嗨 大家好 在今天的影片 我打算帶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旅遊地圖動畫 你可以從影片底下的說明欄下載今天會用到的圖片素材 然後打開After Effects來新增一個影片專案 影片的大小我設為1920x1080 影格速率為30 時間長度為7秒鐘 按下OK 我首先為這個動畫新增一個Solid單色背景 你可以為這個圖層設定一個名稱 再到底下指定背景的色彩 接著我從今天下載的資料夾中 拉入一張地圖圖檔到底下的時間軸 並且對著圖層按下Enter鍵 將它命名為地圖 這個地圖本身是一張向量圖檔 向量圖具有縮放時畫質不會失真的特性 不過你會發現當我對著圖層按一下S 叫出縮放屬性 然後將圖片放大的時候 地圖中的國界卻顯得模糊不清 而要修正這個問題 我們只要啟用該圖層的動態畫質功能 After Effects就會自動調整圖片的解析度 讓地圖能維持著清晰銳利的影像 這裡我們首先來製作地圖摺頁的動畫 我到上方的檢視選單 將尺規設為顯示的狀態 然後從尺規中拉出兩條參考線 分別對齊到地圖中的兩條折痕 這裡我們必須將地圖分割成三等份 左右兩面才能夠獨立轉動 於是我到時間軸內 對著地圖按下Ctrl或Cmd1負值兩次 並且將它們依序命名為左中右 再到上方的工具列 啟用矩形工具 當我們對著影像用矩形工具框選時 可以建立所謂的遮罩 而遮罩以外的範圍會被隱藏起來 因此我們只要重複這個步驟 對著中間和右側的頁面 各自建立一個遮罩 就可以完成地圖分割的操作 接下來我們要來處理 每個圖層的軸心位置 軸心的位置不同 則圖層旋轉的方式也會有很大的差異 以左邊的頁面為例 它的軸心應該要放在這個位置 才能讓這個頁面順利的折向中央 於是我到工具列中啟用軸心工具 同時按住Ctrl或Cmd鍵不放 來將軸心移到圖中的位置 而右側的頁面 也必須進行同樣的操作 下一步 我將這三個圖層啟用3D的功能 啟用之後 原本只能進行平面旋轉的頁面 就能夠產生3D旋轉的效果 不過你會發現當我在拖曳旋轉控制感時 紙上的背面卻是同一張地圖 由於我希望它的背面看起來只是一般的白紙 因此這裡我再次叫出了矩形工具 按下快速鍵F2取消所有圖層的選取 以免畫出來的矩形變成了遮罩 接著我將矩形的色彩 利用第一管工具取樣地圖邊框的顏色 而矩形的外框色則設為5 就可以在頁面中拉出一個矩形 來當作地圖的背面 至於右側的頁面 同樣也需要一個單設背景 因此我按下F2再次取消圖層選取 並且在右邊拉出一個相同的矩形 OK 這兩個矩形 我們同樣得為它們啟用3D功能 同時為了將它們放到地圖的後面 我對著這兩個圖層按下P 顯示它們的坐標位置 並且將Z軸的坐標設為1 將它們移到地圖之後 此外你會發現當我們在操作折頁的時候 後面的紙張並沒有一同被轉動 對此我們可以啟用套鎖功能 來將左側的背景綁到地圖左頁 右側的背景則綁到地圖右頁 如此當我們再去做折頁時 地圖的背面就可以正常顯示了 OK 設定好地圖的折頁方向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把它變成一段動畫 我首先到圖層選單內 建立一個NowObject空白物件 它雖然沒有實體的外觀 但是在設定動畫時 常常用來當作動畫的控制器 我按住Shift鍵不放 將地圖的3個頁面選取起來 利用套鎖將它們綁到控制器的圖層 如此當我按下S交出縮放屬性 來縮小圖層時 這個數值也會同步影響到底下的3個頁面 OK 我希望影片在開頭時 地圖能夠從螢幕的下方順移到中央 於是我按下鍵盤的P 叫出圖層的位置屬性 將播放頭移到第一秒的位置 再設定一個關鍵影格 來將這個位置記錄下來 接著我將播放頭推回到影片的開始 並且調整控制圖層的Y軸坐標 將地圖推到畫面之外 就可以產生一段平順移動的動畫 不過這裡我希望地圖在移到畫面中央的時候 能產生戲劇化的急刹車效果 因此我把這兩個關鍵影格框選起來 按下鍵盤的F9 將地圖從等數移動變成緩進緩出的移動 接著我再打開旁邊的曲線編輯器 確認目前圖表顯示的是速度的變化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速度曲線調整得誇張一點 那麼地圖在進入畫面時就會有急刹車的效果囉 OK 接下來我們來製作地圖展開的動畫 我按住Ctrl或Cmd鍵不放 選取地圖的左右兩頁 按下鍵盤的R顯示圖層的旋轉屬性 再針對裡面的Y軸啟用記錄功能 由於地圖一開始是處於折疊的狀態 因此我把右側的頁面旋轉180度 左側則旋轉-179度 讓左右兩頁不要完全重疊 接著我將播放頭推進到第二秒的位置 並且將兩個頁面的旋轉角度重設為0 使地圖還原成開啟的狀態 這兩組關鍵影格我們同樣可按下F9 將它們套用緩進緩出的效果 然後我將右側頁面的影格略向後面推移 讓地圖的左頁先展開之後 再翻開右邊的頁面 最後我們可以在地圖之後 加上一層陰影 使整個畫面能產生一些空間感 不過目前陰影的四周 有一圈突兀的白色 對此我們可以將圖層的混色模式 設為Multiply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我們也別忘了 要將陰影圖層啟用3D功能 並且將它綁到控制器 讓陰影可以隨著地圖移動 OK 這個動畫的後半段 是將地圖拉近 來展示一段旅遊的飛行航程 而這個效果 我們必須用到After Effects的 CAMERA相機功能 相機的設定我保持預設值不變 而相機的控制 則是利用左上角這三個小工具 其中最左邊的按鈕 是用來控制視角的旋轉 中間的按鈕可以進行鏡頭的平移 而第三個按鈕 則可以讓視角進行前後移動 這三個按鈕 分別對應了鍵盤的數字 1 2 3 因此配合這三個快速鍵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地 將視角調整到自己想要的角度 而如果想要將相機還原到最初的位置 只要到檢視選單中 執行重設3D視角就可以囉 OK 熟悉了相機的基本操作之後 我們可以把播放頭移到2秒10的時刻 然後按下鍵盤的P 顯示相機的位置屬性 再按住Shift鍵不放 按下鍵盤的A 來顯示用來調整相機角度的控制點 我同時開啟這兩個屬性的記錄功能 然後將播放頭推進到3秒15 並且利用剛提到的相機快速鍵 來將鏡頭拉近 使旅程的出發點和目的地 剛好座落在畫面的兩端 設定完畢之後 我將這些關鍵影格框選起來 按下F9套用緩進緩出 就完成了鏡頭拉近的動畫 接下來我打算在旅程的出發點 和目的地各放置一個地圖圖標 目前圖標的軸心是位於圖形的正中央 為了方便稍後的動畫設定 我將軸心拖曳到圖標的底部 並且按下鍵盤的S 來將圖標縮小到20% 至於圖標出現的時間 是在鏡頭拉近之後才會顯示在地圖之中 而圖標的位置 我則是把它放到路徑動畫的起點 這裡我打算要呈現的動畫效果 使圖標從天而降 並且在碰到地面的時候 產生卡通式的擠壓動畫 於是我將播放頭先移到第4秒的位置 按下P顯示它的坐標 再按住Shift鍵不放 點擊T同時顯示圖標的透明度 我針對這兩個屬性設定一個關鍵影格 來記錄圖標目前的外觀 然後將播放頭拉回到圖層的開始 依照剛才的規劃 圖標這時的位置應該是在空中 並且呈現透明的狀態 而當圖標落地之後 我繼續按下Shift加S 交出縮放屬性 同樣設定一個關鍵影格 記錄圖標目前的大小 然後我將播放頭向後推移兩格 將圖標弄得稍微矮胖一些 最後再利用複製的快速鍵 Ctrl-Cmd-C 將前面的關鍵影格 Ctrl-Cmd-V貼到後面 同時我們也別忘了要將這些關鍵影格 按下F9套用緩進緩出的效果 OK 當圖標的動畫設定完成之後 我們還可以就地取拆 把它轉變成圖標的陰影 於是我對著圖標按下Ctrl-Cmd 複製一份 並且將它拖曳到目前圖標的後方 這裡我們要套用幾個After Effects的特效 來將它的外觀轉變成陰影 第一個特效叫做Fill 它的功能是可以將圖形重新上色 同時也可以進行透明度的設定 而第二個特效叫做CC Slant 這個功能可以讓我們藉由 控制面板的參數調整 讓圖形產生傾斜的效果 至於最後一個特效 這是修圖軟體中明文俠爾的高絲模糊 它可以讓影子的邊緣變得比較柔和 更為自然一些 OK 設定好的圖標和陰影 我們可以將它們結合成一個群組 以方便重複使用 群組的方式是透過右鍵選單中的 Precompost這個指令 在對話框內 我們可以替這個群組設定一個名稱 而時間長度則是和圓圖層相同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 飛行路徑的動畫要如何設定 首先我到工具列啟用鋼筆工具 鋼筆的填色設為5 而輪廓的色彩則是和圖標相同的藍色 粗細為5像素 接著我利用拖曳的方式 在畫面中拉出一條曲線 作為旅遊的飛行路徑 而路徑出現的時間 則是在圖標動作靜止之後 我打算將路徑的外觀套用虛線樣式 於是我使用dash這個關鍵字 找到虛線的設定 點擊加號來指定每一段虛線的長度 再點擊一次加號 則可以設定虛線之間的空隙大小 至於路徑伸展的動畫 我們可以新增trimpath這個功能來進行製作 它可以藉由輸入百分比 來指定路徑伸展的程度 以目前的路徑動畫來說 我們可以將路徑的起始長度 設為0% 然後在5秒20的時候增加到100 同時我將這兩個關鍵影格 按下F9套用緩進緩出 至於形成終點的圖標 我們可以直接將觸發點圖成 按下Ctrl的Cmd-D 複製一份 搬移到飛行路徑的終點 而出現的時間 則是在路徑達到100%的時候 於是我們就完成了一個像這樣子的效果 OK 這個動畫我們還可以把它做得再完整一點 譬如飛行路徑的底下 我們同樣可以加上陰影 另外我們也可以在飛行路徑中加上一架飛機 讓整個動畫看起來更為生動 關於路徑底下的陰影 我們可以直接借用現有的圖層 我按下Ctrl-Cmd-D 將飛行路徑複製一份 然後到工具列啟用鋼筆工具 我們只要針對路徑中的節點點擊滑鼠 就可以看到用來調整曲線的控制感 於是我把新的曲線列為拉直 線段的顏色設為灰色 粗細降低為3 再從特效選單中套用高濕模糊 模糊的強度設為8 就可以產生像這樣子的動畫效果囉 至於在飛行路徑中 如果想要加上一架飛機的話 比較簡單的做法是 將路徑圖稱選取起來之後 輸入PASS這個關鍵字 找到路徑屬性 接著我到視窗選單中 執行從路徑建立控制點 並且在跳出的面板內 按下追蹤路徑 After Effects就會自動產生一個控制點 持續的在路徑上移動 由於飛機只需要單趟的飛行 因此我們可以到控制面板中 關閉循環播放 並且將飛機出現的時間 對齊到飛行路徑的圖層 此外飛機的速度 必須和路徑的伸展完全同步 因此我按下鍵盤的U 顯示裡面的關鍵影格 來將它們的位置上下對齊 最後再按下F9 套用緩進緩出的設定 下一步我從資料夾中 拉入飛機的圖片 飛機圖層同樣得啟用動態畫質的功能 以確保它在縮放時畫質能保持清晰銳利 然後我再將飛機出現的時間 對齊到飛行路徑的圖層 至於飛機的色彩 我們可以利用先前介紹的Fear特效 來套用和圖標相同的藍色 當飛機的外觀調整完畢之後 我們就可以按住Shift鍵不放 將飛機綁到剛才建立的控制器 當然這時我們還得做一些外觀上的調整 於是我按下P叫出位置 再另外叫出旋轉和縮放屬性 來將飛機調整到適當的大小和角度 最後在飛機起飛和降落之時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縮放效果 於是我將播放頭移到飛機起飛不久的時刻 替Scale屬性設定一個關鍵影格 然後在飛機降落之前再設置一個關鍵影格 使飛機在這段期間能維持相同的大小 至於飛機在抵達終點和起飛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大小的屬性設為0 就完成了飛機跨洋飛行的動畫 而這裡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重複先前的步驟 把飛機的陰影也製作出來 製作的流程同樣是建立一個控制器 沿著路徑陰影移動 再拉入一架飛機 將它設為陰影的形狀 並且綁到第二個控制器 如此在飛機起飛之後 底下也會有一個飛機的陰影喔 OK 影片的最後 我們來做一個鏡頭拉近時 有雲朵從旁飄過的區位效果 為了方便設定雲朵的移動 我將相機圖層的顯示先暫時關閉 並且啟用雲朵的3D功能 接著我開啟雲朵的位置 和透明度的屬性 各設置一個關鍵影格 這裡我讓雲朵在一開始的時候 先維持透明的狀態 而當鏡頭開始拉近之時 我把雲朵的不透明度提高 讓它慢慢浮現 然後到第4秒的時候 又整個消失 除了透明度的變化之外 雲朵在鏡頭拉近的過程中 我讓它一直保持著 由右向左的緩慢移動 來營造一種雲霧繞繞的感覺 最後我把相機的圖層重新開啟 於是我們就可以靠著椅背 來欣賞一下今天辛苦練習的成果囉 OK 那今天After Effects的教學 我們就說到這裡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